轉型正義議題在立法院爭議不休 臺灣智庫三號公布最新民調指出 針對目前立法院在處理轉型正義條例 有人認為原住民族歷史正義 是轉型正義一環 應該優先處理 還沒處理好之前 不應該處理國民黨黨產問題 百分之三十三點七的民眾表示支持 百分之四十八點五不支持 較多民眾認為國民黨黨產問題 應盡速處理 不需要等到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處理好之後再開始 國民黨轉型正義問題是屬於這個威權統治 威權體制對於這個公民社會的壓迫 是兩個不同 那時候我們就特別來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知不支持說原住民的歷史正義 還沒有處理好之前 你不應該來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 有包括國民黨黨產的問題 這個所謂促進轉型正義的條例等等 那我們發現比較有趣的是說 有將近五成有些百分之四十八點五的民眾是 不支持這樣子的做法 那有三十三點七的民眾是支持這樣做法 根據智庫民調指出 人民多半認為原住民轉型正義和國民黨產要分開處理 民進黨立委堅持一貫立場 認為一旦包裹處理 追逃國民黨產速度會受到影響 如果你把原住民這四百年來遇到的狀況 放進了威權時代這五十年 會讓所謂黨產追黨產這件事情會慢了下來 而且威權時代受到迫害的 包括所有族群原住民被威權時代被破壞的 尤其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的立場 還是希望把這兩件事情分開 所以這一份民調呈現出來的就是說 也是有很多的民眾認為這兩件事情 是可以分開來處理的 根據智庫民調細部分析 宜花東地區認為要分開處理的高達百分之六十一點九 不過問到臺灣智庫這項問卷 原住民族人比例佔多少 回應是原住民人數相對少以地區進行區分 因為整體的人口結構上 原住民的族群的人口數確實是少數 所以他很難表現出來 所以我們變成是要用地區來去做評斷 那即便宜花東 我們知道花東的原住民的比例較高 但宜蘭恐怕也沒那麼高 所以這個確實是可以去 這個有幾個方式可以處理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未來在做的時候 就特別去把族群做區分 然後做家權 其實現在是經過家權 只是沒有做族群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就針對 純粹針對部落 臺灣智庫這一份針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是否要跟促轉條例脫鉤問卷調查 承認要針對原住民族群 進行民調有技術上的難度 但提出未來不排除和原民會合作 聽取原住民族內部主體聲音 記者Muras Bia 臺北市採訪報導 請停在電視訪 aluminium 請停在電視訪捷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